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一個 跟我平常玩遊戲比較不一樣的小遊戲 信任的演化 它是我在網路上逛來逛去的時候 我也忘記在哪裡發現的了 覺得好像還不錯 所以就決定把它拍出來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小遊戲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一戰期間戰爭被和平打破 那是在1914年西方戰線的聖誕節 儘管有著嚴格的軍領 不准與敵方士兵談笑風聲 英國和德國的軍人 卻都離開了自己的戰壕 穿過無人地帶聚在了一起 來埋葬他們的戰友 交換禮物 有的還玩起了遊戲 相比之下 現在已經是2017年 西方世界已經保持了好幾十年的和平 我們呢 我們相信彼此的能力簡直太差了 有調查表明過去40年當中 越來越少人說他們信任彼此 所以我們難免會有這樣的疑問 為什麼朋友會變成敵人 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不例外 為什麼敵人會變成朋友 而且這種事居然在戰爭年代也會發生 我個人覺得博弈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 為什麼不信任會像病毒一般蔓延開來 以及我們怎麼樣改變它 好了 如果你想了解這些 我們來玩個遊戲吧 信任遊戲 你前面有台機器 當你放進去一枚硬幣 對方會獲得三枚硬幣 反之一然 你們兩位都可以選擇 合作放一枚硬幣 或者欺騙不放硬幣 好 如果我告訴你 右邊的玩家會選欺騙不放進去 左邊的我會怎麼做 嗯 嘖 我不太想騙人耶 合作好了 把左臉也伸過去 只是多愛一蛋 沒有好處 可惡 如果你合作 但是對方選擇欺騙 你將失去一枚硬幣 但對方可以得到三枚 但是如果你們兩位都欺騙 兩個人都記得不到什麼 也不會失去什麼 所以我應該要選擇欺騙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對方選擇合作 他會投硬幣 我會合作啊 沒錯 看起來的確是這樣 但仔細想想 是嗎 如果你們兩枚都選擇了合作 你們購付出了一枚硬幣後 得到了三枚 兩個都是二 但是如果你選擇欺騙 但是對方卻合作 你將賺得三枚硬幣 但對方會失去一枚 所以你還是應該選擇欺騙 對自己最有利 你看這就是我們的窘境了 信任固然好 但會讓別人佔你的便宜 從戰壕裡攻擊手無寸鐵的你 有些時候 選擇不信任是理性的 然而這場遊戲 不是一次就結束 而是重複完很多次 就是我們來玩真的 接下來你將與五名不同的玩家進行遊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遊戲策略 每個玩家會與你對局三到七步 你並不知道哪一步是這一局的最後一步 你可以相信他們嗎 或者說他們可以相信你嗎 來告訴我 你第一個真正的選擇 要想清楚喔 我覺得我會合作吧 嗯 不管怎麼樣都先合作再說 合作 合作 再合作 他應該不會騙我吧 繼續合作 欸 騙我 怎麼辦 我要欺騙他還是合作 要再試一次嗎 再試一次好了 欸 好啦我騙你 騙你 可惡這個騙子 可惡這個騙子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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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個粉紅帽 也是都會合作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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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騙回去 嘿嘿嘿嘿 合...合作嗎 騎騙嗎 騎騙嗎 騎騙 好 好像他要合作囉 看看能不能和解 欸 好像有點難 好吧 好 再也來合作一下看看好了 好 我們的末期應該已經建立了 可以繼續合作下去 最終的得分是36 行家啊已經快滿分啦 最高和最低分分別是7和49 所以你剛剛對戰的這些奇怪角色是誰呢 模仿嗎 哈囉 我第一次會出合作 之後 我會選擇和你前一部一模一樣的選擇喔 喵 黑到底 絕不合作 這是弱肉強食的 事件 啊...就剛剛那個騙到底的 紅鷹仔 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牛文聰 我沒感覺 的感覺 我會先給你面子合作 但是最好不要用欺騙惹我生氣 我... 絕爽就會想要報仇 我...我...我不會送就會想要報仇啦 不會送就想要報仇 我... 福爾摩星兒 分析神是我的特場 遊戲開始 我會合作 欺騙 合作 合作 如果你反過來騙我 我就會像模仿貓那樣 跟著你出牌 如果你一直不騙回來 那我就會像黑到底那樣 炸乾你 只是嘗試啊 我親愛的花生兒 這個看...這個看起來特別的...聰明 那... 讓這些角色用自己的規則 相互展開博弈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上賽場啦 各個角色會互相之間 兩兩配對 進行十局比賽 每局比賽 走十步 你覺得哪個角色會總分最高 笑到最後 仔細講清楚 然後做出你的選擇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吧 比較聰明的這個... 福爾摩星兒 我覺得... 福爾摩星兒它是... 最聰明的感覺 喔...對了 你可能有點懷疑我開頭講的是... 站好禮聖誕節休戰的故事 那只是碰巧吧 我仿貓對紅鷹宅是20比20 沒錯 休戰看起來還挺戲劇化的 但是既不能說是獨一無二 也不能說是不尋常 20比20 模仿貓對牛文聰 並不是每個站好都會達成和平 然而這種現象 還是相當普遍 再次強調 雖然有明確嚴格的軍令禁止 但許多前線部隊 都會不認而同的達成和平 模仿貓對福爾摩星兒是18比18 模仿貓好像很厲害耶 而且事實上 即使到聖誕節之前 有些前線部隊 就已經悄悄達成非官方的和平 他們把這叫做互惠寬容 簡單來說就是 你不打我 我也就不打你 而且這種情況 在很多地方都適用 你可能還會有疑惑 一般士兵不會自發地與敵人達成和平 可是為什麼站好裡的陣地戰就格外不同呢 我覺得這其實還蠻不可思議的耶 因為我知道這段故事是真的 可是 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理解 但是因為陣地戰跟其他形式的戰役不同 在陣地戰中 你每天都面對是同一批軍人 這是一場重複遊戲 所以這一點 讓陣地戰與其他的戰爭完全不同 分數目前 還是模仿貓比較高 我支持的福爾摩星兒意外的 沒有很厲害 好 我們先回到比賽裡 這次的贏家就是 模仿貓 而且劉文聰還比福爾摩星兒高 模仿貓 對不起啦 福爾摩星兒 模仿貓 也有很多別名 像是黃金定律 互惠利他主義 以牙歡牙 或說互惠寬容 這就是為什麼 和平 會如雨後春筍般 在一場戰壕中蔓延開來 當你被迫每天與同一批人 不僅僅是普遍意義上的敵人 而且是同樣的一批 進行同樣的遊戲 例如戰爭時 模仿貓這樣的人 不單會贏得一場戰役 他們會贏得整場戰爭 但是如果讓同樣的遊戲 每玩一場 情況都有所改變呢 試想一下 假如我們進行 許多場 這樣的賽局 剪接的時候想想 模仿貓的勝利 是不是跟從眾心理有關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來 現在我們讓玩家人口組成 隨著時間演化 這個過程 將會演化三部曲 一是玩遊戲 讓每個玩家之間比賽 然後記入分數 二淘汰 是最差的五位 最後把最好的玩家複製五次 然後一直重複 要多久就多久 複製 文明的演化其實不需要等人們死亡 反野 只需要失敗的行為走向滅亡 而成功的行為得到模仿 好 現在我們來試試吧 我們開始先用這些玩家來進行比賽 十五隻紅鷹仔 五隻黑到底 還有五隻模仿貓 我們現在先暫時把 牛文蔥跟福爾摩星兒放一邊 我們馬上開始比賽 淘汰反野三部曲 然後重複差不多 十幾場吧 現在來猜一個 誰會是下一場的第一名 我就猜 下一次是模仿貓影 嗯 可是會反野欸 模仿貓感覺第一次就會 就是 會被騙了 它會一直被黑到底騙 黑到底還有好多紅鷹仔可以騙 雖然模仿貓自己跟自己可以得利 但是 它每次碰到黑到底都會損失 嗯 我猜說不定是黑到底 有道理 黑到底有這麼多紅鷹仔可以博取 對啊 紅鷹仔 太好了 沒錯嘛 黑到底四百六十五分 模仿貓才三百七十五 好吧你贏了 這次黑到底獲得勝利 數量增加了五隻 不過我們再玩幾場 315270 怎麼覺得分數好像拉近了 淘汰 來 反野 隨著紅鷹仔一次五隻 滴被消滅 黑到底越來越多 看來這次有猜對喔 啊不對喔 黑到底越來越多的時候 黑到底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們就變成沒有利益可以拿了 所以他們就拿不到新的分數了 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賺取新的分數 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賺取新的分數 所以最後贏的是 是模仿貓欸 對啦 黑到底做幾人之福 成了受害者 他們剝削完了天真無邪的紅鷹仔之後 不得不獨自面對模仿貓 模仿貓們雖然人很好 但他們並不傻 喔 又猜錯了 沒有想到最後他們會 因為沒有得剝削而沒有分數 僅僅重複別人動作的模仿貓 可以與他人良好相處 而自私的黑到底們 只能欺騙他們自己 不光如此 當他們需要對著模仿貓這種 只會以其人之道 還至其人之身的人時候 一定會讓黑到底 嘗到作鹼之福的滋味 原來如此 結果欣然就是 模仿貓勝利了 模仿貓繼承了地球 雖然短期內你是對的 黑到底卻是贏了千幾場 但最終我們看到 它殘酷剝削的本質 暴露無遺的同時 也不可避免地跌入了深淵 就讓我想到一句話 我們並不因罪惡而受罰 而是罪惡本身會懲罰我們 阿爾伯特 哈伯德 所以壞人最後都會輸是合理的 如果把牛蚊蔥和福爾摩星兒都放進來 幾乎其實也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看 好 最後 最後還是被模仿貓吃掉了 付注 有時候少數的牛蚊蔥可能會留下來 因為除了牛蚊蔥和模仿貓之外 都被消滅了 他們兩位會達成平均 所以 博弈論的道理 好像在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像模仿貓這樣 極左 不欲勿視於人的人生哲學 不僅僅是道德層面上的真理 同時也是科學上的真理 然而 這裡有一個問題 看看現在的地球 上面的無賴還真不少 如果在這個重複的新人遊戲中 模仿貓使用的是這種 甚至連一戰戰壤裡的士兵 都能獨立演化出來的 被這種被稱作 互惠寬容的強大策略 那麼為什麼這個世界上 有那麼多不信任別人 以及不值得信任的人 是什麼讓不信任這種病毒 得以如此廣泛的傳播呢 有一條線索其實就藏在這句話裡 在這場重複的信任遊戲中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只是在討論玩家的變化 但如果我們討論一下這個遊戲 這個博弈遊戲本身的變化呢 有沒有想過 導致不信任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覺得很開心